駕駛行駛在国道中线道 突然停外快速飞来不明物体 铁片直接刺进挡风玻璃 玻璃裂成蜘蛛网状 但驾驶竟然异常怠定 行驶下交流道 在超商买了胶带 将车子贴补后继续上路 交车前挡风玻璃被砸出一个大洞 事发在国道一号北上 222.5公里处 61岁驾驶远从台南自驾前往台中 为了看女儿和孙子 就算玻璃被砸破 也依然坚持行驶到目的地 我只是说怎么撞到我 因为我看到她眼眼看的时候 我以为是一张纸张 因为我女儿在医院里面带财 所以我急着要去 所以我就从北斗开始又上交流道 国道血滴子不断 国道三号北上202公里处 巨大塑胶洗手台 就卡在车道中间 热行货车驾驶将车停在路间 冲过去将掉落五班走 像调阅ETC及CGTV来查明说 另外苗栗国道也有驾驶行驶途中 连过异物导致车损 林先生虽然已经报警处理 但后续还要排查 到底是哪台车的掉落物 才能进行求偿 相信我们的彰化苗栗 综合报道